等到沐家众人都出了门,沐红巧朝着沐志屋子的方向看了下,虽然知道沐红巧看不到他,可是沐志还是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,往后躲了躲。 沐红巧啊,今天怎么回来了呀?刘玉梅开口亲密地问道,哼,沐红巧一转,也不理刘玉梅,静止就朝着屋里走去。 刘玉梅急忙跟在身后一起进了屋子。 你这是怎么了?回来摆什么脸色呀? 刘玉梅进屋后看到沐红巧黑着脸坐在堂屋的板凳上,她心中也有些不悦了。 我摆什么脸色?我哪里敢摆什么脸色? 呀,我哥到底去哪上班了?他啥时候发工资?捡啥时候还我? 沐红巧在李国文那里受到的委屈,这下都噼里啪啦地发作出来了。 钱钱钱,你就知道钱。 我可怜的志军呀,现在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外地,被人欺负呀。 这会儿家里没人,在自己女儿跟前,刘玉梅积攒了很久的担忧和伤心全都爆发出来了。 她掩着脸嚎啕大哭起来,哭得让在门口,正准备进来的木枝都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 我哥怎么了? 沐红巧气顿时就消了,他诧异地问道,志军被那李星志那个挨千刀的骗了。 说好了,安排去县里上班,结果呢,根本就没有安排进去。 还有那个不要脸的白寡妇,勾引志军。 刘玉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这件事都讲给了沐红巧,只是却隐瞒了木枝军的去向。 刘玉梅怎么知道木枝军去哪里了呢? 大年初三回娘家时,刘玉梅的娘家嫂子告诉刘玉梅的。 原来,李星志毕竟跟木枝军也算是拐着弯的亲戚,木枝军跑到他那儿,还是他带着木枝军和白寡妇去的棉房厂。 等安置下来后,木枝军又让李星志找机会告诉刘玉梅。 木枝军巧听得目瞪口呆,他半晌才问道, 说过年回来,你怎么没跟我说呀? 你过年一个人回来,家里人又多,我怕跟你说了,你闹起来,被别人看笑话,所以才没敢跟你说。 刘玉梅抽气的, 娘,你现在生害死我了,你不知道,我借钱这事儿,不知道谁给捅到厂长那儿去了,害得李国文被厂长都批评了,说欠工人钱不还。 木红巧声音急促地说道, 木枝在门外,听到李国文竟然因为木枝军这事儿连带地被厂长训斥了。 不由的心中也是一紧,随即就开始心中骂木之军连累了李国文。 啊? 国文被厂长批评了,这要紧不要紧呢? 刘玉梅听到后哭也不哭了,他用手背擦了把眼泪,焦急地问道, 不清楚,总之国文很生气,娘,你知不知道,他看我的眼神都是冷冰冰的,我,我心里害怕。 木红巧犹豫再三,还是在自己娘面前放下了伪装,说出了自己的担忧。 你怕什么怕呀,他未必还不跟你过了,他是领导,他要真敢不要你,娘就去闹,闹得他官也当不成了,看到时候还拿什么牛。 刘玉梅想到李国文总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,心中就不爽。 木枝听到刘玉梅的这番话,双手不由地按在了自己的肚子上,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 他不会的,娘,那,那现在怎么办呀,我哥干这事太丢人了,竟然跟个寡妇搞在一起,这千万可不能让国文知道,不然,他怎么看咱们家呀,还有,之前怎么办呀。 木红巧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,他这会儿心乱如麻,一堆事儿不知道该操心哪一件了。 反正我是一分钱都没有,红巧,你要是逼着要钱,那娘只能去死了。 刘玉梅心里还是疼惜儿子,他故意隐瞒木之君行踪,就是想着能把木红巧这笔账给赖了。 娘,我,我,我当初都说了,这事儿肯定有问题,你非说没事儿,我相信你,才四处借钱给你的,结果现在,你倒是撇得干干净净,你总是去操心我哥。 我怎么办,你知道我的日子过得有多难吗,我一直对我白脸色,肠里人都在看我笑话。 木红巧真的是气急了,你生活得再难,也不缺吃喝,不缺衣服穿,不用下地晒太阳干活。 你靠着人家国文吃饭,看看脸色,委屈你什么了? 结婚这几年,人家国文一次都没打过你,这还不知足吗? 看笑话,有什么好看的,再有人看你笑话,你就上去撕他们的嘴,自己不顶用,怪这个怪那个。 刘玉梅觉得木红巧简直就是无病。 你,我不想说了,木红巧气得夺门而出,哎哟,木之梅料到木红巧突然冲出来,一下子就被木红巧撞得往后退了几步。 木之吓得脸色都白了,生怕肚子里的孩子出什么事情。 姑。 木红巧惊讶地看着木之。 我听到这边有动静,就过来看看,你怎么了,跑这么急。 木之定下心后,他装作刚过来的样子问道。 没事,姑,我刚好有事找你,你东西收拾下,跟我进城住两天吧。 国文说,他想吃你做的饭,你顺便教教我怎么做呗。 木红巧觉得,只要抬出李国文,家里都要以他的事情为重。 我最近不舒服,不去了,等回头有空再去。 木之本来听到李国文想吃他做的饭菜了,马上就想同意。 可是话到嘴边又想到,婚礼定在了几天后了,他如果是从城里不见的,怕别人去找李国文麻烦,所以木之就拒绝了。 看着木之毫不犹豫就离去的背影,木红巧更加气愤了。 他家的李国文呀,李国文的面子,木之竟然都敢不给。 他真以为自己是哪根葱了。 木红巧恨恨地离开了,而木之则回到自己的房中,开始清理行李了。 他的国文现在正难过,他一定要回去好好安慰安慰他。 他的国文想吃他做的饭菜了,以后他做一辈子给他吃。 想着想着,木之嘴角泛起了微笑,他马上就要彻底离开这里了,开始新的生活了。 木之吃过午饭后,趁着下午家里没人,他跨着自己舒适出来的小包袱,神经紧张地站在路边等起了班车。